大家看,眼睛都很掉地下,不要脸 还看,还看 脸都是什么 朋友们,咱们今天的伪團赵大爷通过后台联系到我们 求助说自己跟自己保姆谈了个恋爱 然后那边人家要借他十万块钱 赵大爷这边也是比较信任,就把钱转过去了 现在的情况是,转过去钱,人直接蒸发了,消失不见了 还把您的所有联系方式都给拉开掉了 是吧 是这样,他原来答应是和我要结婚的 要结婚,就是说以结婚为由 跟您借钱张到嘴,是吧 对对对 那您看 现在还能找到他人吗 我经过多方打听 现在找到他的地方 那咱接着去找他是吧 行行行 我跟你说上说 咱们今找到见他面的人 咱们正去当面 把这个钱给要回来 因为咱们如果说 他不配合不给 咱们就直接走程序 走法律程序 因为您这不是 良心记录 转身记录保存都有吗 这问题也不大 好吧 行行行 那咱赶紧出发吧 布律师 他就是王爷梅 快快快 梅梅 你怎么找到这来了 好想你啊 你这段时间 哎呀松开我 这么大年纪 你在这里拉着我 你又不又点脸 你松开我 你不能把钱转给你 都见了呀 你松开我 哎呀什么钱呢 你跟我回去吧 给我回去吧 给我回去吧 你跑了 你跑了是什么事的 你是谁啊 我跟你说 你是王爷梅是吧 你是王爷梅关你什么事 我跟你说啊 你也别跑了 今儿这事情又不了 你哪儿也不要去 我来什么事 你心里清楚啊 我不清楚 我跟你说啊 我是谁 我现在是招待请来的律师 我是善计律所的 我姓郭 明白吧 你是律师关我什么事 你跑你没事 你跑什么呀 你心里不信 你跑什么呀 你怎么叫律师来 你跟我回去吧 咱俩感情这么 你不能这样 你找外人来了 你不能这样 我把钱给你了 你现在电话也不接 微信也不接 你知道吗 我不是不家 家里是了吗 你不是答应给我结婚了吗 处理家里是理事 人家这边 我们这边全城路人的 你不要再耍心 你是律师 你说话要负责 我不是说我是律师 我对我说话负责的 你能跟你说话负责的 赵大哥 你说是不是咱俩感情好 那你跟我回去吧 那钱是你愿意给我 对不对 关给我 我说回来处理家里事 我立马就跟你回去了 是这样的 咱们的事 不要等不及 什么事情都有过程 对不对 孩子知道了 孩子现在不愿意 来 赵大哥爷 咱清醒一点 就他这种人 你现在还不清醒呢 钱转吗 我就报警 我跟你说警察来得刚好 看看到底是抓你 还抓我们 就他这种人 现在你把钱借了 人家跑了 咱还不清醒呢 你就是找我来 咱是要人还是要钱呢 是这样的 妹妹 我没说 啥事我都没钱 现在孩子要跟我断绝关系 你要是不把钱给我 我没法给孩子 你不要跟我说孩子了 每次口口说 说宝贝亲爱的 怎么让对我好 你提到你孩子 你还是牵涉你孩子 我告诉你 以后再也不要来找我了 你嫂子人 你不要再找我 你去哪找我了 你去哪找我了 你钱 我一说 我们有证据的 你去哪找我了 我们欠点还钱 欠件毕业 干什么呀 什么情况 我跟你说你 什么事问你老婆 好吧 怎么了 啥事没有 怎么了 老不咬脸的 我在他家里上班 他天天对我动手动脚的 他答应要和我结婚了 什么意思 赠我老婆便宜了 干啥呀 干啥呀 你啥意思你 他答应要和你 你动你动手呢 我跟你动手呢 我跟你动手呢 你现在你动手呢 你动手 我跟你动手 我跟你动手 什么性感 你们今天来 我不知道干嘛的 现在咱俩把 但是我借给他 你不管那么多 我借给他钱了 你是不是赚我老婆便宜了 你是不是赚我老婆便宜了 我借给他 答应让我和我结婚了 我就问你赚不赚吧 赚你今天甭走了 你不过拿点钱 你俩一口 两口子让人额钱呢 那什么额钱 是不是赚我老婆便宜 你给我的钱 是支付的工资 哪有什么钱 工资是工资 是完全没少你的 你赚我老婆便宜 那他有对我 对我独角 那是我的精神学生费 你也这么多 人家没问你要钱呢 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这么大年纪的 天天人家正常穿个衣服 盯着人家看 眼珠子很掉地 不要脸 还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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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什么 你现在给人家上伤了 你当起来的责任吗 你看不看 让你告诉你老底做穿 我们拍的 你都敢动双手了 是吧 那头发都白像啥样 你老婆死的 你都该进关键了吧 你啊 我告诉你 你又不要管扯证 你不要再说废话 你刚刚说的十万块是赔浪金 行啊 我跟你说这十万块 那就是借款 我们上法庭是讲证据的 到时候法官是看证据 我能证明这十万块是贱的 你能证明这十万块是赔浪金吗 你能证明吗 是他愿意给我的 他说不要脸 他给我的 他不要脸 你要点脸吧 你不给人家下钩子 人家能好 你见过他这样的 多大年纪到他都勾引 他又不是一个两个 我跟你说 你不要这样招打浪法 你不要在人混小事呗 我们这玩意 你的公司都能查过了 就你的投诉老多了 你去哪家哪家 不安生 就专点老头下手 我不就想让人家退油金 平常金 你不就看人家 没有 你脸变也乖快啊 你刚刚招嘴闭嘴了 你俩好 你俩真爱 你俩相爱的 你现在咋嘴脸的变了 所以他不要脸 他勾引我呢 他勾引你 你也想要人计了 他原来 他原来答应是给我结婚论 所以说我还借给他十万块钱 我们看到了 有良的记录呢 你不是答应结婚 人家谁看看 他这一头白头发 我能看见他 他咋想的 自作多情吗 你现在说 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这钱这能不能给 我没钱 你没钱你说了算呀 没钱 咱们到上马亭 法院这边查 你有钱没钱的 你给这张嘴就没钱了 即便查 行啊 那当初我们 你现在这个态度 我跟你说啊 这个案子事实不清晰 证据不齐全 我们是不会来介入的 就我们现在掌握的 这个良心记录啊 就你给人家的良心记录 跟孙 跟赵大哥的良心记录 还有啊 咱们的这个转上记录 转上记录 这一切呢 我们立案就能成功 立案成功之后 你们淡数也只是时间上问题 你淡数了 什么后果你知道吗 那爱想咋地 那他付与我 占我便宜 给我钱应该 你不用这么无所谓 我也不以为然的 到时候人家到时候 法院的传票 往你们局委会 往你们单位小区一发 你要脸不要脸 你不要想着说 我们这 我不用脸 他不要脸 我们这边有证 你就能立案成功呀 我们这边不怕的 在传票发你单位上 对不对 发你 发你们小区呀 是不是 不用怕媳妇 不用怕她 你也听说 到时候我跟你说 这事跟你没关系 这钱转给你账户转 我们接着过来 就问你要这个钱 好吧 到时候我们告你 你不要想着说 我们开庭 这个事立案成功 决定不能别 开庭你不去都没关系 我们到时候 按区一审判 把这个案子派来 随便 公告送达 公告送达送哪 就张天 你小学楼下 随便 我跟你说 现在就是说这个钱 如果说后边查到 你这个钱要是不给的话 你后边什么性格 你是老赖 老赖什么影响 老赖什么影响 知道吗 不就个老赖人家大不了的 高三位限制令 你开车上不了高速 飞机高铁走不了 你账户全部被动结 进来一笔照 滑走一笔照 真无所谓 你拿着钱 你拿着钱你能花 我跟你说 就你老婆这事 不用怕 我跟你说 你还不用怕呢 就你老婆这事 反应到时候查到 你有能力还钱 拒不还钱 咱就什么性质 这个就是刑事责任了 咱这个暂且不论 这边就说 你拿这个 以恋爱为由的诈骗 人家钱财 这个事 你超过三千 他就能达到 一个立案标准了 你这多少钱 十万块钱可不少了 你这可是刑事责任 刑事责任 什么概念 你要坐牢的 这是一条 这是一条 这个刑事责任 还有一条 咱们就省完了 第三百一十三条 这个拒织罪 拒织罪的话 就是对于 对于法院 拒不履行 法院生效判决 也就是你老公 说没事 没事 到时候真没事 你进去坐牢的人 也给他等你 人家会等你 坐牢十万块钱呢 坐就坐 愿意 划得来 十万块 你该划 看下来你该划还得划 是不是 就是十万块钱 咱就是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去徒刑 你这清真你 你等得起吗 你耗得起吗 你这个 你个牢里边住过 是吧 这无所谓 我我跟你说 我今儿不是过来 教你做个人的 我那是律师 我过来告知 你所有行为的一个后果 先承担了一个后果 你挺好的 这事不光跟你有关系 也不光是光你老婆 你只要想再找一个 俩有孩子了 你到时候有案底了 你好好想想吧 你有案底了 三代 不能好工从经从政 政审都过不去 你划孩子啥事 你说划孩子什么事 法律就专门来治你这种人 你以为你可让 你看年纪他都不懂法 你可让红线一家 另一家 我就说今儿的案 你交到我手上了 我跟你说 你别说那么多废话 你要我们给 咱们就给 给不了我们走法律 这钱一分不能少 而且还有什么 我们还要主张 律师费保全费等等 相关的一切法律费用 还有这个利息 都由你来承担 好吧 我话一声 说到 来 大老师 咱不跟那种人废话 好吧 咱回去直接走起座 走利案 拿我这钱 好吧 没什么意思 不用怕这 你等一下 你不用怕啥呀 你身上车和拉萨 用的咱家都是我的开支 你还不用怕 你等一下我们商量一下 咱俩人不说啊 你看 是不是 以后咱们谨慎一点 这钱借不去了 好要回来 能要回来 是能要回来 你愿我当初 咱要是没证据答吧 对不对 当初我毁迷心教 这个没有考虑这一切 来来 你俩也别给他演了 别给他说废话 你要给钱就给钱 你给不要钱 我们都把这拿回来 给给给 多少 人家钱借多少 咱要多少 咱反过来多少 来 来这位 咱们把咱们的电子 电子这个账户 就咱们那个 电子银行卡的账户 我们把账号弄出来 你扫一下 好吧 你以后你给我出去干活 你不用让我再这样子了 好了 来我扫 来扫上 这就这银行卡 转过来 走走走 滚吧 等等 等会儿啊 我们要看到 我转过来 我们要看到这个收网信息 等会儿了啊 行嘞啊 你俩好得为之啊 收到了 收到了 不用了 你走吧 我转过来 我转过来 人性的事复杂多变的 害人之心不可有 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 您的权益 如果说遭受到了 践踏 咱们要第一时间 学会拿起法律的武器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如果说您现在正在 面临着相关的 欠管经理纠纷的 欢迎您来跟我聊一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